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今天我们用冬瓜来分享好吃的 不炒,不炖,不水煮 出锅大家抢着吃 首先把冬瓜的头尾切除不要 再把冬瓜切成三份 然后把冬瓜的外皮切掉 冬瓜皮比较厚又硬 用这种方法去皮就比较简单轻松的多 现在用一把小刀 再把冬瓜纸的外围划一圈 然后把纸去掉 把它分成两份 切成薄片 然后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丁过后 则切得碎一些 装入大碗中 加入一勺盐 用筷子搅拌均匀 放在一旁腌制十分钟 准备一把粉丝放入碗中 倒入开水 放一旁浸泡 一块老豆腐洗干净后 放在案板上 用刀背压碎 装入碗中 装入盘中 准备一块鸡胸肉 渗渗到纹路 切成长条 改刀成小块之后再剁碎一些 装入碗中 加入一勺盐 一勺生抽 一勺香油 一勺料酒 半勺蚝油 少许五香粉 用挂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进 然后放一旁进至入味 现在饮好的冬瓜 用手捞出 拽干水分 放入大碗中 把豆腐碎也夹进来 还有肉末 再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两大勺淀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这样粘稠的干面糊状就可以了 现在准备一个盘子 把入一层金针菇 把泡好的粉丝放在上面 把面糊取一点放入手心 团成丸子 放在上面 水开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 大火蒸16分钟 这个时间来拍几半道蒜 再切得碎一些 装盘备用 一个红椒 对半切开后 把子去掉 切长条后切小丁 装入碗中备用 先在锅中烧油 加入蒜末 炒出蒜香味后 加入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翻炒均匀后 下入红椒丁 再加一勺盐 再次翻炒匀 然后加入一勺水淀粉 大火收汁 直到汤汁变成这种粘稠状 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 取出来 把料汁浇在上面 再撒上一些葱花 蒸香点缀 这样一盘美味的冬瓜丸子 就做好了 色香味俱全 看着都馋了 你馋了没 而且冬瓜这样做 味道清爽不油腻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吃 丸子吃起来 口感筋道 特别好吃 配合着粉丝 金针菇一起蒸出来的 味道非常的鲜美 而且清淡易消化 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 喜欢了就收藏 加关注吧 每天持续分享好吃的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